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UAL 徐凯 欢迎来到 Hang Hock Coffee店 来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的Hang Hock Coffee店 我们Hang Hock Coffee店呢 就是一个很传统的 是六十七十年代大概那个时代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内容设计 这个档呢是卖板米的 就是我们的阿笋锅 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有卖猪肠粉 然后也是有卖云吞面 带你们看看一下 我们这边非常古老的饰品 看到吗 现在已经是买不到的 看到吗 这些 来带你们绕一绕 平时这个地方其实是我跟阿公的地方 然后我不晓得为什么今天阿笋锅会在这边 你要讲解一下你在干嘛 因为现在吃饭时间 所以我就接你们的地方 可以看剧本啊 不是在偷钱哦 做一下功课啊 对 轻鬼同台买这就轻的咯 这些是我在 剧里面一来到看到这些照片 是带给我一个非常意外 因为我来到这个茶室的时候 我也抱着一种心态 就是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一来到就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 觉得难道我阿公会在这一个茶室出现吗 看完了这个大堂 我们可以进入这个茶水店 这是非常古老的泡咖啡的一个地方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应该会带给很多 就是我爸爸 Uncle Andy啊 很多回味他们以前的那个时代 然后这边呢 是拿来炭烤面包 第一次看到这个也蛮蛮惊讶的 so this is where 阿兰姐会做他的面包 带大家看看我们茶室的第二楼 带大家看看我们茶室的第二楼 我非常喜欢这边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古董 现在也很少会看到这种湖了 只有在阿嬷家以前 哇常常会看到以前爸爸小时候 会用的一些湖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我阿公住的地方 然后我一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就是来这边 跟阿公一起相处 一起住的一个地方 现在也是很少就干蹦的地方 才可以看到这种东西 然后这个就是 我爸爸的房间 很有那种 就是nostalgic的那种feeling 觉得因为现在有这样 我们在比较modern的 era 很少会看到这种东西 然后当你去理解去想像 就是以前哇爸爸那个年代啊 会用的这些东西啊 你觉得哇 他们也经历过了不同的一种 era 好啦如果大家要看到更多漂亮的景的话 大家一定要留守 幸福茶室 我们到时候见